谈完了它的意义 它的名义 接下来谈 佛说恶地教得它的意气 先总说 就是佛陀说法 就是依着人类共同认识的常识境 共同认识的常识境 就是我们凡夫也能够认识到那个世俗地 指出它的根本错误 就是我们认为那世俗地 指出它的 有它根本的错误 根本的错误 根本的错误就有那个自信件 然后引众生进入圣者的境地 那就是圣衣地 所以这恶地 古人称之为凡圣恶地 凡夫的世俗地 圣者的圣衣地 凡圣恶地 这是佛世尊最善巧的地方 就是以人类共同认识的常识境 指出它的根本错误 或者说我们不能够认识的那个地方缩辑 对我们也没办法 就是从我们能够认识的那个地方缩辑 就是我们人类共同认识的常识境 但是从这个地方来跟我们说到 我们所认识到的 我们以为它是有自信的 那是根本是错误的 所以佛陀还是依着 言启法来说 言启法 言启法来说它是什么 一切法都是因言所生法 所以它是没有自信的 这样我们就能够引众生进入圣者的圣地 然后进地 这个就是圣衣地 然后接下来就引经 引经论来说明 凡圣恶地的内容 现在引经来说明了 他们之间的关系 关联 先引经来说 就是诸法无所有 诸法无所有 如是有 如是无所有 事事不知 就是这个事情 就是诸法无所有 如是有 如是无所有 这个不知叫做无名 因为无名 因为这个无名 什么无名 无名是什么呢 就是 诸法无所有 如是有 如是无所有 这叫无名 因为无名 所以不能够见到诸法无自信 而执着 他确实如此的有自信 有自信 所以变成世俗地 就是凡夫所认识到的 那也是 执着以为 是有自信的 如果通达诸法无自信 空 而见到法的真相 那就是圣衣地 这个诸法 无所有 如是有 如是无所有 我们来看一下 诸教的解释 诸法无所有 这无所有 这个无所有 就是诸法的必进空信 诸法的实相 必进空信 如是有 这个如是有 就是 如是有 就是必进空中的 言起患有 所以是这样的有 是这样的有 是跟无所有 而有的这样的有 比如说 无所有 是必进空 是吧 必进空当中的 言起患有 它不是实有的 不是实有的 按房屋就认为 它是实有的 是吧 就是自信有的 但是不是了 它是在 如是有 就是无所有当中 就是必进空当中的有 必进空当中的有 它就是言起患有 言起患有 它是无所有 而必进空信的 所以又说 如是无所有 所以这样的 如是有 这样的有 它是什么 必进空当中的有 所以这样的有 它是如是 无所有 这里又解释了 这个解释 诸法 它是无所有 无所有就是必进空 就是诸法的实相 诸法的实相 所以是如是有的 如是有就是 如是有 是就是 如是 可以说这个无所有 无所有而有的 如是有 这样的有的话 这样的有 如是 这样的有呢 如是就是 这样的有呢 它是无所有了 我们不知道 它就叫无名 但是凡夫 无名所必 不能够了之 在此 无名 就是自信见了 无名就是自信见的 心境上 非死事实 因为 因为世俗地啊 本来就是 有那戏论相 是吗 非死好像是死的 但是在 在凡夫的 新见上呢 就变成世俗地 就变成 它是死有的 变成它是死有 而圣者 破除了 无知的无名 破除了 自信见了 通达 通达词 如是有 的延起事 的延起 它是无自信的空性 就无所有的空性 如是有 如是有 它是什么 信空延起的 延起它是 无自信的空性 这个信空呢 才是一切法的本性 所以叫生意地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导致有几论点 论点 所以说 世俗地者 什么叫世俗地呢 本来是一切法空 本来一切法空 然而世间 颠倒故 生希望法 生希望法 所以认为这个 一切世间呢 是死的 本来是一切法空 但是世间是颠倒 所以 于世间 它就是死的 这叫世俗地 凡夫认为 世间是死有的 所以在凡夫认为 它就是死有的 所以叫世俗地 但是 诸贤圣 真知 不是无知 不是无明 无明就是无知 它是真知 真知颠倒性 颠倒性故 知道那个 非死 幻前出 那个死有 像的这个 它是颠倒 颠倒 细论像 它知道颠倒性故 所以知一切法 皆空无生 所以一圣者 它是第一地 明为实 所以同样 对一切 一切世俗法 就是一切法 一切法 就是一切法像 凡夫见到的 认为它是死有的 那会变成世俗地 但是同样 这个一切法像呢 在圣者呢 见到它 它是毕竟空的 所以就在圣者来看 那就是圣一地了 所以圣一地 明为实 一切法空 才是诸法的实相 而世俗地呢 凡人呢 见到呢 一切法要自信有的 这一部分 自信有的 这个才是叫 叫实相 所以是在凡夫 就认为那个 自信实有的 变成它世俗地 所以这恶者 是佛说法的 根本方式 这恶者就是恶地 这恶地是 佛说法的根本方式 只能够从这个根本上 进一步地去 离望入真 什么叫进一步去 离望入真呢 就是世俗这样说法 就是依着 是人类共同认识的 常识性 指出它的根本错误 我们就是要在 我们的那个常识性当中 去离望 因为世俗跟我们讲 没有那个自信 离我们的望子 我们的自信望子 只是我们的根本错误 这就是进一步地去离望 我们不单单说 我们就是 依着佛法 依教奉行 然后把我们的 无始截然的望子 自信望子 离了 叫做入真 望入真 体悟诸法的真相 体悟诸法的真相 正那就是生意地了 我们要从我们那世俗地 我们凡夫的那世俗地 认为那死有的 那个死有那是虚妄 妄子的 离望 然后才能够 依着世俗地 入第一地 这个不能够 连异言容 不能够这样 我们一定要 这一部分 我们都要深刻地去理解它 我们要一再一再地思维 然后一再一再地去做观察 日常生活 在日常生活当中 然后再去思维它 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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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去碰到我们那个 什么叫做自信 什么叫自信件 否则我们 我们一直在说 这就是自信件 自信件 但是我们 很难去观察到 什么是自信 我们都是被那自信件所击倒 但是它怎么出来的 我们都不太清楚 所以我们一定要 因此言起法相 言起法相 去观察它 因为我们的一切 一切的 我们的身心等等 也是言起法 我们要言起法相来去观察它 这样我们才能够 渐渐渐渐体会到自信件 自信件没有体会到 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空 因为空就在对自信件 面对自信件的 无自信 所以空不是只有理论 空主要就是在 面对我们的自信件 所以要在言起法相 去见那个空性 就是无自信空 所以不要 不要一向手 一向手就 一向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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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极有极空 我们一定要 了解 了解他们 了解 依依这世俗地 来了解生意地 因为要在这个门上 进一步是 离望入真 体悟 体悟出发了真相 体悟出发了真相 所以接下来说到 说恶地教要先 圣意宫 因为圣意宫 我们要了解 圣意宫我们才能够 转翻成圣 所以要进一步去 离望入真 真 那就是圣意地 所以说恶地教 先生意空 在这个地方想再跟大家 说明一下 我们一般说到 一般 我们说 依着世俗地 入地 地 什么 依着法处志 入 法处志 入涅槃志 什么 涅槃呢 涅槃志 涅槃呢 当然是每一介项 那是无分别 如果说有分别 有分别 那没有证 毕竟空 因为毕竟空 内盘 那就是明一介项 明一介项 所以我们一定要证到 我们说证实 像那当然 无分别自证 但是要依着法处志 法处志就是分别 分别 依着世俗地 世俗地就在分别 一切法项 所以我们还是要 依着分别 分别会 依着分别会 然后入无分别会 无分别会 但是什么叫分别会呢 我们以前 无始劫来 我们凡夫 无文凡夫 无始劫来都分别什么 用我们的分别 分别 这是有自信的 这是我的什么 这是自我 而我们现在呢 还是用这样的分别会 用这样的什么样 同样用这样的分别会 但是分别什么呢 我们无始劫来 那个分别自信有的 那个自信有 到底是如何有 我们就这样来分别 但是我们是有文凡夫 我们分别 到底是如何有 我们知道 原来我们无始劫来 那个分别 那个自信有的 原来是没有自信的 我们要分别会 分别无始劫来 那个是没有那样的分别 就是没有我们无始劫来 分别自信有的 那样的分别 所以我们的分别会 有些觉得 原来我们无始劫来 分别自信有的 那是没有的 这样我们就依着 这样的分别会 就能够振入到无分别了 为什么能够振入到无分别 为什么我们的分别会 能够振入到无分别字呢 无分别会呢 为什么能够振入到 因为我们的分别会 现在是用在哪里 分别我们无始劫来 分别那是有的 那样的分别到底有没有 原来没有那样的分别 我们要用我们的分别会 来分别这样的分别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够依着分别会 入无分别字了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了解 没有这样的分别会 不可能去pose我们 无始劫来那分别 那自信有的 不可能 定力的分别 定力的 定的 定的 最后只是压护它 让它不限 你看到 如果没有用这样的分别会 去做那个无始劫来的 分别有的那个 没有 如果不是用这样的来面对它的话 到最后所显出来的 一定是不空的 一定会见到那种不空的 离心意识参 或是说 密宗的大圆满 大手印等等的 你去观察它 都要见到不空的 它都是跟自信件相应的那一部分 包括像达尔哈妈在说 在说到那个 他说到那个 那个跟气相应 最深细的 气相应的那些 观察它 都还是在跟那个 正常违心 真心 明明明白白白制造 那一部分在做结合 所以对于这一部分 當然我們千千萬萬一定要非常非常謹慎 去觀察他 也會再關切到我們的法生會面 而且我也在課堂上跟各位這樣說 那如果在讀導師所理解的性供圍緬系 在導師所理解的初期大盛跟安安堅的奔懷 你也了解一些法空慈悲心是要更要跟著起來的 悲至交往 這部分跟著要 就是我們自己要去觀察 我覺得我對於性供延期 延期性供的這一部分 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進步神速 我們自己要觀察 進步神速的話 我們的悲心有沒有跟著相對的 來去激發起來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對延期性供義還是不夠深刻的理解 不夠深刻的理解 而且這個悲心的起來我們要知道 延期性供 因為性供沒有破壞延期法 延期法是差別外向 在無量節的大悲心形的這樣的大悲心 這樣的大悲心 無量節的大悲心形 這樣才是 不是因為大悲心不是為了 大悲心不是為了不忍心 不忍心如母有情 一切的如母有情的眾生 不忍心那一刻在生死當中受火 所以要集身成佛 修天色身集身成佛 不是這樣成不了佛 依著榮壽論的身關廣行 我們就要這樣深刻的去理解 解沒有離開行 行沒有離開緊 解 身關 那就是中論 廣行那就是大制度論 廣行那是要無量節的大悲心形 龍樹菩薩還說到 評論這個佛派論詩的 三大阿神集結什麼 為什麼評論他 因為佛論詩還是依著 有量有限量的心 在評論菩薩的無限量的 無量的那個心形 這龍樹菩薩說的啊 龍樹菩薩在大制度論這樣說的 這跟命運大聖說到的那一部分的行 完全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一點我們要特別特別留意它 所以一切法公是沒有破壞一切法相的 沒有破壞一切法相 有善有惡 有惡有煩有慎 有慎有慎等等 有前聖有慎等等這一部分都沒有破壞它的 只是在說明它 它是沒有實在性的 不能夠去直取它 一直取它 最多最多就是這個善法就是人天善 好接下來我們就來說到了 就是說到 說惡地教顯聖意空 佛一引起說惡地教 目的是在使我們一二地 一世俗地通達第一地 因為 若不一俗地不得第一地 所以要說世俗地 為什麼要說世俗地 為什麼要說世俗地 不一俗地 就不得第一意 所以如果不了解 所以延期法相 就不能夠得到延期法相 就不能夠得到延期法相 就要說世俗地 而且我們法相 而且我們法相也知道 只能夠知道延期法相 說惡地 重心是在剩一地 因為不得第一地 則不得虐盼 我們為什麼要得第一地 因為不得第一地 就不得虐盼 這個意義是非常重要的 眾生在生死中 一切都沒有辦法 一切都沒有辦法 併根就在 旺子真實的自信 如果打破自信的旺子 提到無自信空 那就一切都解決了 或者一切都沒有辦法 一切都在輪回了 上上下下的 上上下下 延期的空有無愛 它是諸法的實相 但是這個是聖者自覺的禁地 空有無愛 那是諸法的實相 惡地並觀 是嗎 但是那是聖者的禁地 在我們呢 只能夠作為崇高的理想 作為前進的目標 這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的理想 可以抑解它 却不能夠因觀想 原種而得解脫 不可能 不可能得觀想 原種得解脫了 在自信間 毫無許未破的情況下的這個凡夫 應該先側重 透徹一切空 打破這凡聖觀 凡聖觀 就是 就是 了解 一切法空 轉返成聖 不了解 一切法空 以為是自相有 那就是凡夫 關於 關於空有無愛 是諸法實相 但是我們凡夫 那是聖者的境界 不是我們凡夫的境界 我們不可能 因為觀想 原種而得到解脫了 關於這一部分我想 以一個這個 我們看家主角三十一 導師在波爾金獎記 就是在《仙金》 《仙金》 關於《仙金》的 我引了兩段文 就是 一個說 設立子 色不亦空 空不亦失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想先是 一無如是 等等等等這些 這個導師給他一個科判 就是 融相即興觀 融相即興觀 它是加形的 融相即興觀 我們常說 如果要導致 融相即興觀 到底是什麼意思 可以看 既然有幾一就有幾二 看一下 第二個幾二就是 敏相正性觀 敏相正性觀 就是正正 敏相 融相即興就是 射即是空 空即是射 就是融相即興就是 這個像 這個像不是 那個有自性的像 那是 空相應的 空相應的 言起 假明有 就是諸法無所有 如是有 如是無所有 那如是有 這個還是在加形 還是在加形 中文是修 中文是修會 只觀雙印的 那個還是有樂會 還是加強會 它也不是解脫的 不能夠觀想 嚴重就得到解脫 不能說 這個射即是空即是射 這樣就能夠解脫 不是 而要 接下來要正正 正正就是 是諸法空相 這諸法空相 不成不滅不夠 不見不真 不見 所以空中無射 無受想形式 那是超越的 空中無射無受想形式 超越它 不是在說射即是空 空即是 射即是空 空即是 這個還是在敏相即興觀 就是空有無愛 在做觀察 我們還是依著它 在做觀察 但是我們要先正到什麼 畢竟空 諸法空相 所以這個空有無愛 這個是我們的崇高的理想 不能夠 不能夠從這邊觀察 不能夠說 空有無愛 無愛 那就是 我們要在這個地方 去做觀察它 正到畢竟空當中 然後在從空出甲 從無甲 沿途收身 然後在漸漸漸漸 它就可以什麼 漸漸漸漸漸 當中 它就能夠 二地平觀 五地的菩薩 在盡中 他給二地平觀 如果 八地菩薩 他就可以 他就可以在 智力當中 二地平觀 然後佛呢 在智力的他當中 都能夠 二地平觀 那是聖者的進階 那是聖者的進階 所以我們現在呢 先要先側重透過 一切空 打破這個凡聖 這一關再說了 萬一這一部分 我們看助角三十二了 這其他 這個 在這個 在這個地方 這個 這個 這個地方 不能夠嚴重 不能夠體貼精英 有嚴重的 請見 以為色不一空空觀 空不一色是假觀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即是中道觀 這依著天台中的三地數 其實如果依著 直接依著經文 他是 是出把空相 不勝不滅 不夠不見 不正不見 關於這個詳細內容 大家可以自己去參考 接下來我們看助角三十二了 這個 因為導師說到 就是 自信件 好理未破的反覆 應該先側重 透過一切 一切空 透過一切空 打破這反正一關 再說 引來助角 一樣 也是這個 佛子經講記 但是他是在 弦論當中說到的 從見中到而成佛的 原正實相說 從畢竟空即當中 側見一切法的體 用因果 這是十五四 十五四 在畢竟空當中 能夠側見一切法相 引起幻象限 這就是 離一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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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必進空 離一切相 就是必進空 集一切法 集一切法 那就是側見一切法的 十五四就是體相 因果等等 如華爾坚說到 唯一佛以佛乃能 究竟諸法十相 這個諸法十相 所以諸法十相 就是十五四 他說 所以 空即原幾相 無不是如實的 因為像華爾坚說到 諸法十相當中 就是十五四 十五四就是在原幾法相的 所以空即跟原幾法相 無不是如實的 因為這個是 如是有 而如是無所有的 就遠幾 遠幾 遠幾遠幾 都是如實的 但是這個不是 凡疑 凡疑的亂象 亂世所能夠得到的 我們凡疑 凡疑凡夫 的亂象呢 亂象就是 西論象 就是那個自信象 也不是那亂世 我們 因為那有那個 自信 西論象 所以我們也在那個 起了 西論 西論值 就是 自信象 自信值 這個不是我們 凡疑的 亂世所能夠得到的 那是聖子 所以必須 所以必須 西論的 西狂 旺幾相 必須要離這個 才能夠 才能見到 見到 空即與原幾相 無不是如實 要離這個西論的 西狂旺幾相 那就非 空 無所得不可了 所以 金論說的 十相 美策 終於 如實空性 無性 雖然空性 跟原幾相 無不是如實的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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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是 凡夫所能夠見到的 一定要透過 透過 空無所得 那就是凡聖觀 一定要透過這個 才能夠見到 空即與原幾相 無不是如實的 所以 金論所說的 十相 美美策中帶 如實的 空性 空性 無性 所以要見呢 如果我們要見 性相空有無愛的 如實相 而地並觀呢 一定要先 請先 透此 都無所得一觀 就是迷霧的關鍵 迷霧觀 就是凡聖觀 這一觀 這要先透過打破這一觀 所以 所以 佛說惡地教的一 意氣在哪裡 要選聖一空 只有聖一空 才能夠轉換成聖 所以我們在觀察 我們初學者在觀察 如幻有 如幻有 一切法都是 因緣所生法 都是如幻有 在如幻有 在如幻有當中 我們要進一步 觀察它 如幻有 它是必進空的 而且這必進空 相應的 這樣的空域才失落 將來才能夠轉換成聖 因為只有必進空 必進空 聖一空 才能夠面對我們的自信件 如幻有 還是在有當中 還是在有當中 當然 惡地並觀如果說 當然 九學也知道如幻有 就可以觀察它的必進空 必進空也觀察到如幻有 但是我們初學者 特別特別的深刻 包括九學沒有真正的必進空還是這樣 但是我們初學更要 更要刻意去觀察 如幻有當中 要去觀察它的無自信空 這樣才能夠面對我們的實在感 這樣才能夠去面對到我們的自信件 依著法來面對它 這樣才能夠真正的看到 無自信空才是一切法的真相 我們要見到這個才叫做見法 才叫做見地 見地才能夠得到 世俗地是凡夫所認識的一切 凡夫所認識的 凡夫所認識的 所以本來是 用編倒本來不成為地的 但是因為凡夫的心境 有這樣真實向現起 只為實有 所以就隨順世間 所謂真實 地就是真實 那隨順凡夫 隨順這個世間 所謂真實 所謂地的 本來 本來虛款忘取的 本來不成為地 本來不成為地 但是隨順世間而成為地 雖然是覺得 這是一切是真實的 但是其實不是很可靠 就是很不可靠 也可以不可靠 所以凡夫給 世尊呢 就給我們指出 給我們這個凡夫指出 認識中的希望 認識中的希望 就是我們在認識當中 忘取 有時有的這一部分 它是忘取的 它是沒有自信的 顯示甚至自覺的真實 那甚至自覺的真實 跟凡夫我們所認識的真實 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如果說要自信 自信這個名字非常好 自信就是真實 實在 如果要說聖者 真正的實在是什麼呢 真正的自信是什麼 就是無自信 才是名為自信 沒有自信 才是名為自信 既然要用自信的話 沒有自信 才是自信 才是真實 這樣顯示聖者 自覺的這樣的真實 使凡夫發心 進去諸法的真心 我們都認為那個 那個實在的就是諸法的真心 不是啦 反而那個就是讓我們 生死輪迴 完全在聖者上 完全沒有辦法的根本原因 就是才這個 認為那是真實的 這樣使凡夫 真正的進求諸法的真實 諸法的真實 就是聖者所自覺的那種真實 這個我們就可以去觀察到 世間所做到真實 不管是世間的學術啦 不管是 你覺得科學哲學 還有社會科學 或者是一般的宗教啦 等等的 看他們所求到真實 看他們所求到真實 都還是有那自信鍵在的 這就是讓我們在這個 在這個生死當中 完全沒有辦法 一點辦法都沒有的 就是那根本的原因 就是在這裡 像科學這麼進步 進步到 看到物質這麼進步 但是 但是我們的 因為科學也沒有辦法去破除我們的自信鍵 所以從這裡呢 雖然科學進步了 但是我們的那個 思慾也跟著增加了 是嗎 那個 那個 以往跟著增加 那個 那個可能 問題 也 問題也 也出來了 本來 本來吃不飽是問題 以後那個 物質進步了 也 也出了問題 所以 所以 沒有辦法 福德東來西右導 根本的 根本的問題就是來自信鍵 這需要破除 希望不死 希望不死 要破除它 有望其為真實那個 其實那都是 望其的 開顯一切法的無自信空 所以一般人 覺得真實自信有的 現在說 不是真實的 所以從觀察 到 解悟 就是誤解到 這個 不真實的無自信 無自信 才能窥見一切法的真相 這是很重要的 離生死 希望 入 解脱真實 都是從這裡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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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 我們看 柱九聖神 在演員段 神父之道 在大聖不公我章 在說到 般若度的時候 自信 自信 如而有 是觀 瞬身意 自信 如而有 我們要 如果去觀察它 就是要有 強大的分別會 分別什麼呢 我們無死 截來都分別 這個是自信 有的 到底是 如何有 現在我們就可以 從我們的分別會 去分別到 原來 無死截來的那個分別 是沒有這樣的分別的 就能夠正入無分別制 無分別制 就能夠正實下 所以這樣就是 順身意 順身意 這樣的觀察 這樣的觀察 是順身意的 這些都是需要我們 一再一再的去思維它 都需要我們 否則 初學者不容易 不容易理解他的 意義 我剛才說到了 大家都在講 一線法控 一直在講中觀 但是要深刻的理解不容易 要一直在一起廣行 那更不容易 我們一定要非常非常地謹慎小心 因為這關係到我們的法生會面 有時候在生活當中會做一些比較 但是不是排他性 不是在貶意 因為佛法本來就是要在 佛說世西壇說法 我們要依著我們的 去檢測佛這一次的說法 到底是了一說還是不了一說呢 而且各大論事的說法 我們一定要公公盡盡地去觀察他們之間的 他們的不同點在哪裡 這一點我們一定要 一定要公公盡盡地去觀察他們不同 因為各大論事之間也是在論辨 論辨 所以我們一定要觀察到各家的真正的說法 到底他是怎麼說 我們才有可能依著各家的說法 假設你要依著這家的說法 你才有可能真正依到他了 或者還是依著我們自己的想法 去理解 好 前面是總說 接下來是詳明 至少前面認用的這個 看一下 就是 先總說 先依著 二弟教到他墓地 就是要依著世俗地通達第一地 通達第一地 所以二弟教他中在聖意 聖意空 為什麼他中在聖意空呢 聖意空 不得聖意空 就不得涅槃 而在凡夫呢 凡夫呢 那個空有無外 那是凡夫的間界 就二弟無外 那是凡夫 聖者的間界 凡夫因先注重在一切法空 破除自信間 因為破除自信間 為什麼要破除自信間 無自信空才是一切法的真相 我們要見到這個真相 才能夠真正地見到法 見到地 聖意地 見到地 才能夠見地 才能得到 才能转泛真身 接下來就要詳細說明 詳細說明 詳細說明就要收到這個自信 這一段非常 非常豐富 我們先來看一下 先看一下本文 先看那個木詞 這樣我們 先我們在 進到林裡面去的時候 進到樹林裡面去的時候 看到一顆一顆樹的時候 我們千萬不要離開林來見樹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在見到林了 對不對 不是要見到樹一顆一顆樹 現在只是說這個時候 我們再回過頭來 老實在這裡的說 它是到底是 它的文脈到底是什麼 全部的文脈 我們來看一下 說 說惡地教顯聖意空 對嗎 說惡地教顯聖意空 先說 總說 接下來祥明 祥明說 為什麼先說到自信 因為前面就是要 顯聖意空 顯聖意空就是 空就是無自信空 因為無自信空 因為無自信空才能夠 得到諸法的真相 所以在祥明當中 先就要說到 什麼叫自信 什麼叫做自信 先說到自信的三意 其實 其實我們在前面說到 就是為什麼 就是延起有三個像狀 是嗎 延起有三個像狀 我們要在延起上去觀察它的空性 因為延起法有三個像狀 所以觀察這個三個延起法的三個像狀 所以觀察這個三個延起法的三個像狀 那個空像呢 也有三個意象也顯示出來了 而自信呢 自信也不會無影無故就有那個自信間 自信就是在延起像上不了解延起像 所以有它的自信 所以對延起有三個像狀 對延起的三個像狀不了解 就起了延起的 就是起了自信間 所以自信間有三 自信間的三意 有自信間的三項 自信間的三項 自信間很快地看一下 就是自有 獨一 常住是嗎 就是這個 有自有 獨有 常有 這個自有 就是自體 自成 就在延起瓦的三個像狀 就是存在 存在就是有 這個有 存在的有存在在哪裡 實現空間 對於這個如果說延起三項 就是說 這個有呢 這個有它是什麼 無自信 本身是沒有實在性的 沒有實在性的 無自信 它是無身的 無有的 但是不了解它的話 就變成是自有的 是實有的 本來在這個存在的法 在時間上呢 它是無常的 它是無常的 在空間上呢 彼此之間呢 它是無我的 它是沒有獨一性的 但是有自信間的呢 在空間彼此之間 它認為它是獨一的 自己存在的 而在時間上 時間上呢 本來延起像 它是無常的像 但是有自信像的 不了解它是無常的像 它是常駐的 好 接下來我們看 關於談到一個是自信 自信是吧 接下來為什麼要談到空間呢 因為空就是在談無自信 所以接下來關於這個問 想用這個問 就談到空間 空間 空間要淺身 空間要淺身 不同的三種 一個就是不徹底的空 不知道空分成兩類 就是分破空 分破空就是西法空 然後徹底的 徹底的空間呢 一切空 本性空 至於不徹底的空呢 分破空跟關空呢 這兩個呢 關空可以說 我意思是空 西法空 分破空 西法空 主要就是 有部的阿比达姆的 有部的 分析 好 這個 這個之後我們接下來 想看它的內容 所以接下來就要談到自信的三意 自信的三意 第二個就會談到 關於談到自信的話 又談到無自信 談到無自信的時候 都會談到空 而什麼是自信 自信就是自體 自體 我們見聞截之道的 總覺得它是這樣的實在自體 就是此是此不是彼 此是此 如此如此 如彼如彼的 有這樣的實在自體 實在自體 如果說以原起的三項來說 原起的三項就是存在 存在在時間空間 而這個是我們見聞截之 直接觀察到的呢 就是沒有觀察到的 實空項 就直接觀察到 存在這個自體 這個自有自體 那就自信了 我們總結它是這樣的實在自體 如果從根本的自信見說 從根本的自信見說 從根本的自信見說 這就是據從我指的 我們不假分別 色分別 任意直覺當中 任意直覺 直覺當中就有一個 真實至誠的影像 浮現在心中 這不是從推論而來的 不是從推論而來的 而是從 就是任意直覺當中就有的 那就是我們如果一般分成 自信值跟分別值來講 就是自信 就是寄生自信值 寄生的跟分別的來說 就是寄生自信值 所以這個叫做根本的自信見 根本的自信見是寄生的 寄生自信 因直覺中有這個根本錯誤的存在 所以聯想 推論 思維等等 都含有的錯誤 而寄者們就知道 種種錯誤的見解了 前者他就是寄生 後者就分別 直覺所覺到的 就是我們直覺 就是這個當體上 我們看到這個法的時候 沒有看到他的時空的存在 直接觀察這個法本身 存在的這個法本身 我們就覺得他實有的 直覺所覺到的 不由分別而來的那個自信有 是我們不能夠直覺 不能夠限量 直覺限量 知道一切法是因應何而有的 不能夠直覺到他 因應何而有的 這個不是重言何而的自信有 不是何而自信有的 他必然直覺他是什麼 他是獨存的 個體的 就跟別人沒關係的 所以我們先直覺他是 自己有的 自信有的 就是自有的 實在有的 實在有的 我們就不能夠直覺他是 不能夠直覺他是 因應何而有的 因為他是自信有的 所以我們不能夠直覺 他是因應何而有的 我們現在 我現在在說 他是因應何而自信有的 不是 無自信有 但是我的直覺 我這個直覺限量 不能夠限量他是因應何而有的 我要直覺一個 他還是自信有 我那之前竟然還在 不能說我們直覺 直覺制道 限量制道 一切法是因應何而有的 既然 既然 不是因應何而有的 自信有 我們就會直覺到 他跟別人沒關係的 他是獨存的 個體的 跟別人沒關係的 就是跟比較起來 在空間彼此之間比較起來 就會 既然是直覺到自信有的 就會說 我跟別人沒關係的 的這個個體 獨立性的 就會有這樣的感覺 像我們直覺道的人 總是是個體的 個體的 不理解他是因應何而的 所以 自信有的自成 必伴有什麼 必伴有獨存 跟別人沒關係 獨存的 那至於獨存的一 這也是獨存的一 就是獨一 我們獨存的一 跟別人沒關係 只要一有獨存的一 就必然會產生的敵對的二 敵對的二 敵對的二 就是多了 多 覺得 這個 與那個 是一個一個 對立著 就是 這個是這個 那個是那個 就是如此如此 如比如比 而此 不是比 但是如果以言句話 只顧比 但是我們 我們直覺當中就是 這個是這個 那個是那個 如果這個與那個 是一個一個的對立著 比如說 獨立的一也好 敵對的二也好 都是同樣的錯誤 在哲學上 一言論 二言論 多言論 都淹源於這獨存的錯覺 獨存 獨一 獨存 他們根本要求是一 根本要求是一 但是發現了 一 行不通 因為差別幻想 一行不通 尤其講多 講惡講多 等到發現到了 惡與種種 惡與種種 就是惡與種種 種種就多了 之間呢 惡多 種種之間呢 有著不可離的關係 不可離的關係 又回頭去講一 回頭講一 這時候一 就是大一 先從小一 種種小一 講到 小一 種種一當中有 有不可離的關係 有不可離的關係 再回頭去講一 又講大一 不管他是怎樣說一 說多 只要有自信 見的根本錯誤在 只要有自信見 結果都是齒入不通 所以中論說到全面兩個基数 說到不一 不一 但是有沒有否定他 差別的幻想 差別像 差別像沒有否定他 但是那個只要有自信見 講一 講一 講多 都是齒入不通 那自成的獨存的自信有 只要有這樣的直覺 就不能夠了解他是生命變化的 所以在時間上他總覺得他是長耳 長耳 就是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的 像一個人從少年到老 在思維分裂上 總是雖然覺得他長短肥瘦老少 有著很大的變化 但是在自信見的董道下 就算是 你去思維分辨 也會常覺得他的長短老少 只是外面的變化 內在還是那個從前見到的他 思維還不能夠徹底見到 變化 何況是直覺 所以啊 只要是長自成的 就是自信的 自有的 獨存的 這個自信有 一定會伴隨著什麼 長 長耳 其實 一切法 沒有不在變化當中了 所以佛徒說 諸行無常 就是在最短的 最短的一刹那當中 最短的一刹那當中 都還是生命變化的 我們的直覺不能夠發現諸法的變化 所以覺得它是長 世間人 多喜歡談長 病根就在這裡 另外有一些學者 世間學者多喜歡談長 病根就在這裡 但是一分學者 在意識的聯想當中 就是意識當中呢 感到無常 雖然感到無常 但是因為長耳的自信件作怪 就是那個巨生 巨生自信件的那長 自信件作怪 所以不能夠了解無常的真意 所以不是外動內見 不是外動內見 不是這樣就是什麼 前後時期聯繫 成為斷 成為斷滅 因為如果真的是無常 如果是有見的無常 前後就不一樣了 無常不一樣了 不一樣那前後就失去聯繫 就成為斷滅了 所以斷是長的另一態 不是根本沒有不同 兩者都是一樣的 那什麼樣的 都是長的另外一姿態呢 沒有根本的不同呢 嗯 長是什麼意思 長就是 時間的前後都是一樣 是嗎 那斷為什麼是另外一態呢 就是 另外一態就是 怎麼叫斷呢 長 長 長是前後相同是嗎 斷是前後不同 怎麼叫前後不同 前面的是前 後面的是 前面的是前 跟後面不一樣 後面是後 跟前不一樣 前 前是前的長 後是後的長 後的前不一樣 所以 所以都是一樣 都是 都是長的另外一個姿態呢 就是 前跟後 不一樣 他就斷掉了 前跟後不一樣 就是前是前 後是後 前是前 然後前就是長 以前來講 他不是到後嘛 所以他前 永遠是前 後呢 就跟後面沒有關係 所以他長的另外一態 沒有根本不同 跟二跟 二與一是一樣 這個這個 這個就好像一樣了 這個一樣了 一樣就是 不管他是一 還是一 都一樣了 你看喔 例如說 如果說 前跟後是一 那就長 前跟後 前跟後是一的話 那就轉 很多 都一樣 都是自行 都自行 好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今天就說到這裡了 好 謝謝師傅 那我們現在開始 問答的時間 如果有問題 想問師傅的請您舉手 請明陽法友發問 師傅你好 我問兩個問題 上一次的時候 您在講聲文稱的時候 修學將那個聲滅的有為 跟極滅的無為 看成兩節 然後所以呢 有跟無這種 隔開的 然後例子是用 折滅無為 來作為例子 那我想 第一個我想知道 這個折滅無為 的意義在哪裡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由折滅無為 引起的問題 就是 在不派時代的時候 那大眾部把這個 無為分成九無為 那其中也有折滅無為 又有 緣起無為 但是我們的了解 在阿恨清裡面 緣起無為 是 是屬於這個 雜染的 那麼這個 緣起無為 難道它是 屬於還滅還是說 它有一個理想的一個目標 在那邊 如果要立上這個目標 它在這個 世間的那個流轉 它才能夠有 有 有次序的運轉 所以我對這兩個無為 有點困惑 跟法師開示 關於這個無為 因為無為 有種種無為 導致說那主要就是 折滅無為 因為其實像 如果說 現在如果像 如果說 一有步他三無為 像虛空無為 不是在這邊的 主要在講這個無為 虛空無為 包括這個 如果虛空無為 如果在中國來講 虛空還是有無為 另外一個是 非折滅無為 那還不是 佛法要說到的真正的無為 如果真正說 如果在阿恨清當中 講到無為 無為就是涅槃 涅槃 所以導致瓜武說 那個是折滅無為 折滅無為 折滅無為是這樣的 要了解折滅無為 要跟那個非折滅 非折滅 折滅跟非折滅 直接做比較 折滅是什麼 折滅就是 用智慧 折折 折就是折折 折折 折折 這個就是智慧的作用 是嗎 智慧就是簡折為性 簡折為性 所以就是 用智慧 讓它滅 折滅 就是用智慧 讓它滅 智慧讓它滅 就是煩惱 讓它滅 智慧等於滅煩惱 滅煩惱 我們才能夠 煩惱滅了我們才能夠 離生死入涅槃 所以那個折滅無為就是 就是什麼 就是那個 就是用煩惱 用煩惱 用智慧來滅煩惱 滅煩惱之後呢 就是能夠入涅槃 就離生死入涅槃 這樣的無為 但是 但是如果在 部分來講 那主要就是 煩惱 然後煩惱折滅 所以非折滅 是什麼意思呢 非折滅就是 若以永不來說 就是缺緣不深 缺緣不深 這是什麼意思呢 譬如說 現在 假設 我們現在是在 現在 可能在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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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外面的聲音 我們聽不到 假設有時候聽不到 或是外面人在走 人在走 我沒有看到 我現在看到 就看到影像 對嗎 螢幕裡面的那種 所以 但是因為 這個時候呢 其實有外境來的 有聲音 有其他聲音來的 就是 或是說 有其他人走過 我沒有看到他 本來我現在是 能夠看到他 本來我一看到他 我的眼視能夠生起來 但是因為 我本來我的眼視 是可以生起來的 但是 因為 我現在沒有去看他 我的眼睛沒有去看到那個 外 射箭嘛 所以我的眼視 就沒有生起來 這眼視 我現在這一刻的眼視 沒有生起來 我這一刻的眼視呢 就不會生了 我下一刻 見到 我下一刻的 見到另外一個 射箭 我生起來的眼視 不是 我這一刻 生起來的眼視 所以 以後不得解釋 就是這個是 非折滅的無畏 因為 我現在沒有 生起來的眼視呢 他永遠不會再生起來 這就叫做 非折滅無畏 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更了解 他的折滅無畏 那折滅無畏就是 我這個 這個 就是用 智慧 所以折滅他 讓他不生起來的 所以那叫做 叫做 折滅無畏 這樣的話 這個折滅無畏 他就跟涅槃 就有關係了 涅槃有關係 好這是第一個問題 這樣可以嗎 可以可以 很清楚 第二個問題 就是那個 那個 久無畏 那是 那是對啦 那個就是對於 就是 這一部分可以這樣說 就是 大眾部 他重視在 大眾部 他重視在 他重視在 延期吧 導致在 成不知 導致在 佛法蓋論的第十章 不是有說到 三重因緣嗎 三重因緣 三重因緣 第一個就是 果重因緣 是嗎 第二個就是 世代理 第二個就是世代理成 第三個就是 有依空力 這個 果重因緣 如果以有部來講 這個因為在案件當中 就有 延期跟延生做對論 延期跟延生在做對論 如果以有部來解釋 有部來解釋的話 有部的解釋的延期就是因 延生就是果 所以他把延期法就是 因跟果都是延期的四項 對吧 所以有部他重視在 重視在 果重 因緣 這個階級 就是導致的三重 三重因緣當中的第一重 有部重視在 因為他重視在 延期是因 延生是果 因就是 因緣 果就是果緣 就是導致的三重因緣當中的 的果重 因緣 重視在這一部分 那至於 至於 其實因為 肩部從有部出來的 而維世他總 從肩部出來的 是嗎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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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世學者也是重視在 重視在 演起相的分別 也是重視在 果 重 因緣這個層級 那至於大重部 大重部 前面可以說是上座部 後來就是大重部 主要是大重部 要分的話 就是大重部 當中的 如果說 導致有說 大重分別說 大重分別說 是在 印度大陸的分別說 不是 我們現在說到南傳的 測風疊部 那是 那也是分別說 但是他是在島國 他是在西蘭 如果導致一般說到的 大重分別說部來說的時候 基本上 很多很多都是 因為 因為在 在印度大陸的那個 大重部 跟分別說部 他會 會有一種交流 會有一種交流 分別說 為什麼會從 上座部分離出來 也是 他有一些異理 他會跟 跟大重部 比較相應的 所以他從 上座部分離出來 所以如果用大重部來說的時候 他會更重視在哪裡呢 會重視在 如果說 以導致的三重因緣來說 他會更重視在 重視在世代里程 所以他怎麼解釋 延起跟延伸呢 他解釋的延起呢 他重視在 在延起知性 延起知性就是 就是 十二支的那個知性 就是他的 如果以導致來講 說系列性 他重視在這一部分 延起知性的這一部分 所以他認為延伸法 延伸法是講因果 延伸法就講因果 那如果以有部呢 它是 因是 因 它是延起法 果呢是延伸法 而大重部呢 是把那個 因果法都列在哪裡 延伸法 這樣的話 它把它延起法 延起法重視在它的理性 理性 什麼理性 就是延起知 就是它前後的次第不變性 就是延起法 如果以導師的 包括 剛才是舉那個 符號概論是吧 包括導師在 從我之道啊 從我之道啊 從我之道的那個 三層共法章也說到這個 三層共法章也說到這個 就是 就是 有部 那個 大重部 它重視在 它的延伸的系列性 就是十二支的前後的相係性 這一部分 因為重視在這裡 它已經重視在這個裡 所以它 他說延起法 它是 無為 它是無為 但是它是離開有為說無為 它延起法 延起 離開有為說無為 而導師的 導師的 世代理成的這個理呢 也是說到延起知性跟 聖道知性是嗎 這是理 但是這個理呢 沒有離開四的理 它是沒有離開四的延起知的 這樣的 所以這個 這個理呢 它還是有違法 所以導師說 有意空力是嗎 有意空力是 那個 世代 世代理成的那個是 不是 世代理成的那個是 就是 果蟲殷生嘛 這世代理成這個理呢 這個理呢 就是 延起知性跟聖道知性的 而這個都是有 都是有為的 有意空力 但是大重部呢 它就把那個 那個 世代理成這個理呢 就是延起知性這個理呢 它 它 它 離開四項 說它是無為了 所以它把它列入九無為 但是以 遺導師的判法 以著 中論而來的判法 它 還是只是在什麼 世代理成這個理 這個理呢 還是屬於有 還是屬於有 而不是屬於 離開四的那個無為 這樣可以嗎 可以可以 非常好 這樣清楚多了 謝謝師傅 不過師傅把這個 《佛法概論》第十章的 《火蟲陰生》 以及這個 這個這個 世代理成 來作為這兩邊的連結 連結之中 還有有部分 大重部的比例 都非常清楚 不然這種會通方面 我們是沒有辦法的 謝謝師傅 請黃酉和師兄發問 法師阿彌陀佛 那個 前面 有 有提到那個 自凱法師 自凱法師 我 我想嘗試理解一下 看 對不對 就是我覺得自凱法師 它好像是 它要關空 但是它是 關空而變成有 我的理解是這樣 不知道法師覺得這樣對不對 也就是說 他 他的關空的方法 有一些 不符合中關於這樣 這是我的問題 是 好 所以他有 他是認為從空 要見到不空 他才對 對 對自的大師 他是這樣才是 才是 正義 他就是中 那就是中地 所以他一定要 所以他 他是 三地論 三地論 所以 三地 他一定要說到中地 中地 中地之後 他就是不空 他就是妙有 當然他也是要 那就是什麼 從空見到不空 他也是說到空 但是要從空見到不空 不空 那不空 那就是 那不空 那就是中地 所以他說到山地 他說到山地 才說幾山幾一幾一幾山 所以 但是他到底 如果以導師前面再這樣說 就是他到底 他還是 他還是 如果說 他還是屬於 所以導師說到 以中國來說 中國來說 三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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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天台中 是嗎 還有 因為從那個 羅斯大師 下來的地址 紅的 最剛開始的是紅的 善論 就是不是誠實 誠實大臣 大臣師 但是導師說誠實的 那個是生文的論典 所以那個離中萬一太遠了 另外第二個呢 進來就是那個 三難中 三難中跟後來又是天台中 三難中跟天台中來講 三難中是更貼近 更貼近那個 更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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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樹翼 天台中呢 更跟什麼 更跟真常做結合 更跟真常做結合的 這樣可以嗎 是 謝謝老師 還有第二個問題 就是說 如果以新法跟新鎖法的角度來看 我們說自信見 在新鎖法上的自信見 在新鎖法上的自信見 比較重 如果以新鎖法跟新鎖法的角度來看 比較容易感覺得出 感覺得到 比較容易發現 比較容易發現 那新鎖法的自信見 反而好像比較 不會那麼清晰 那所以這兩個角度在觀察 我們譬如說在觀察 要觀察自信見的時候 不知道導師是不是給我們 給我們一些什麼樣的 比較有用的建議這樣 謝謝阿彌陀佛 如果我現在說 我們就對那個 我現在建議你 對佛法概論的第八章 你先好好地看 佛法概論的第八章 我來心裡觀察 那才是真正真正的 你就觀察到 喔 你說這個心意是那一邊是不是 心意是那一邊喔 好好地觀察 那第八章 你前後觀察 你不要只是看一邊 更深刻地去觀察他囉 我看了多遍 但是還不夠囉 還不夠 不是看幾遍的問題啦 我說假設對這個深刻的意思了解 當然也不是一直在看那個 就能看得出來 我們說我的意思來說 我們的法益 不是會更增加嗎 我們可能 三大系的理解 我們會更增加嗎 更增加的時候 再回過頭來看 再回過頭來看他 這樣可以理解他嗎 不是說每天他一直這樣看 我們還是要看別的地方 但是我們的資金更高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更看到 第八章的深刻意 深廣的內涵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囉 他會解決很多很多的問題 但是如果要很快地這樣來說 就是我不了解 你如果去觀 什麼叫心 什麼叫心所 基本上如果我們說 深受心 我們如果觀那四面處的時候 我們要觀深受心法 觀深受心法的話 那個深受心 心那就是 那個是喔 就叫心 受呢 受属於心所是吧 但是那個法呢 法當中還有心所法 還有心所法 所以如果你說觀 心所比較容易 那是觀比較粗顯的 你觀受啊等等那個 觀到比較粗顯的 但是心呢 如果以深受心法來觀的話 那心是觀到第三位了 所以觀心 觀心又總有觀法了 比如說如果深受心法 我們在觀可以直觀 因為心本來是整體的 整體的 就是我們對 因為為什麼會說 就是認為說心所比較好觀 因為我們把那個心 把那個種種的心理作用 活動的那作用 我們把它分出來 分出來一個一個心 所以現在很多在說 受是最好去觀察的 喔 受 我每天都在受什麼 那也是心所之一了 但是 但是整個的心呢 整個心 我們就直覺 就是那個覺知的了別的那一部分 直覺了別 所以我們在觀受的時候 假設你在觀受的時候 觀受的那部分 我們就直接 你看 因為那是心所法 是心所法 那觀 我們說什麼叫心 那心其實也不能夠 離開心所來 心總不能夠離開心所 那是心所 心所有的法 只是我們在方便觀察的時候 用非常複雜的那種 分別出來 就像我們觀察五韻 五韻也不要離開這個友情 這友情就是這個整個的友情 就像友情我們就觀察五韻來觀察 那五韻呢 觀察這個友情 就像心也是一樣喔 心是什麼組合起來 心所組合起來的那個心 心所不能夠離開的心 就像我們觀察五韻 五韻不要離開我們這個友情來觀 所以你就這樣去觀察了 這樣的體會 先用在意理上了解清楚來 這樣我們在隨時 你說要觀察 觀察我們心 就跟整體來說 就是跟色法 跟我們身 身跟心之間我們在觀到 我們就可以理解到 心是什麼了 這樣 那身是什麼 就這樣觀察 然後這個離開 我們觀察心所的時候 也不要離開心來觀察心所 這樣的話 我們就會 不會割裂開來 而且我們觀察的 就會觀察的 就會 兩者之間就會 就會 只是我們觀察的重點 先從心所 先觀察瘦 瘦什麼 那瘦也不要離開心來觀察心所 瘦 那這樣的話 對於心 我們就會比較理解 然後接下來 觀瘦 觀察心所 來觀心的時候 就直接 重點就觀察心 那心 如果說 男者來講 種種的心 有什麼 什麼的 有貪的心 有什麼的心 但是我們就 那時候重點是觀察那個心 這樣可以嗎 法師 我想請教一下 我有個感想 請法師 跟我開始一下 就是說我們在關的時候 關到最後 一定會 會 比較維繫的時候 會 進入 要關那個石油法 比如說 地水火紅 以地水火紅來講 舉例 那如果這個時候 因為 他是石油 要關那個 會關不進去 那關不進去的時候 如果要破這個石油的話 這時候 反而 會變成 關到那個 維氏那邊去了 就 馬上就變成 不是中關的一種方法 所以我發覺 在這個時候 好像 中關跟維氏 會在這邊有一個明顯的 在方法論上面 會在這邊有一個明顯的分界點出來 我這樣講都知道對不對 什麼點 就是說 你在說什麼點 我意思說 我們一直在關的時候 如果要關破那個 自信 破那個石油法 石油 比如說 地水火紅那個石油法 那 沒辦法破它的時候 假設說 一定要去破那個 自信石油法 反而會進入到 維氏的關法那邊過去了 為什麼 因為 它是 單點突破 那單點突破 就類似那種 呃 直觀的方式 那直觀的方式 跟維 跟那個緣起的方式 又有一點不同 所以如果沒有很清楚的 維氏跟中關的方法論 不同的之間的話 就很容易進入到維氏觀裡面去 我的意思是這樣 維氏觀是怎麼關 你說的維氏觀是怎麼關 呃 就是純粹在 意識方面去突破它這樣 好 我現在跟你這樣說了 就我們現在說了 你做在維氏上 你在文會都沒有成就 不可能修會 不可能成就了 所以維氏要關得清楚了 我又不知道 你是怎麼關它咯 那一定要在日常 就是 維氏要視為的清楚來 所以清楚來 而且在日常生活就要觀察它 日常生活就要如意識為的 文字上就要明明白白的知道 明明白白知道 這樣的話 你才知道要怎麼去觀察它 是 否則你說你在電中 你要關那個 那個地 地的那個地大的那個現象 你怎麼去觀察它 你怎麼會觀察它 你直接就很親切的去碰觸到它 而在那個地方 你如果沒有 如果我的證件 如果在文會當中 沒有很深刻的意識給它 你就隨著它去 你越見 就是越見到那個自信件 越出來了 因為你親切的碰到它了 所以那自信件 當然就跟得出來 所以就是在平常的如理事務 就是平常的你那個文字的意理 你都沒有辦法深刻了一些 而且 那個如果說要真的觀察 不是那麼容易觀察 你一定要把你所理解到它的內容 你一定要一個直觀 你就是我要用什麼的方式去觀察它 用什麼方式 你要非常的純熟 如果說要用自信來觀察它 自信 踏身 共生 所以那個宗論前後 就會說到那個自信 不生 但是如果不生 你要有 我們要有充分的意理 充分的意理 文字上就要充分的意理 來瞭解它 什麼叫自信 在這樣的陰影之下 它的自信 它到底是怎麼樣的意思 這我們要理解它 才能夠再有 這樣我們碰觸到 這樣的實在的 因為它就直接 很親切地感受到的 身體就很觸受 就直接感受到那一個問題 那是我們更要深刻的 深刻的意識 那意理 這樣才有可能 而且要搜射出來 然後對著這個方 才有可能 才有可能真正的在 真正的觀察 而這個一定要透過先從文匯 然後日常的如理事物 如理事物當中要做善事 心中要綁大 要繼續行善 要依著大聖三千 好好的去做 當然我們剛開始做的 像我那做的不像樣 對吧 但是就是要依著這樣 一致的這樣 文師 那才有可能 才有可能 在心會才有可能 見見見見 我不是說要這樣才去做 不是這樣 我們說我們要吃屁 我們要先理解他 所以我們要知道這個問題 到底出在哪裡 這樣可以 謝謝老師 我剛剛那個 你問說要怎麼關那部分 我有嘗試直接關他的自性 就是說 譬如說地 就直接關他的自性地這樣 那體會出來就是有種自性空的那種 那種 那種體會吧 那這樣可以嗎 我不知道 因為你所謂的體會空 自性空我也不知道 你的自性空是什麼意思 我也不知道 你如果直接去觀察地 去觀察他了 但是是這樣 我跟妳這樣說 我們對於我們所 所直接提 證明是這樣的話 我們自己就依著 在火鍋頭來 依著 經論 依著文字 然後去檢驗我們自己的 那一步 而且我們體會到的那個 我們在日常生活 我們去觀察 我們的日常生活 我們所體會到那個自性空的那一步 在日常生活去觀察 去觀察 而那樣的空跟 跟中間的空意 有沒有相應的那一步 那個都可以去觀察到 對於我們的自性見的 面對我們的自性見的 那一步我們自己可以去觀察 可以自己觀察 那個人自性見的 如果是 面對到自性見 我們如果說真的 體會到跟 跟那個 如果跟法藝 跟我們說 初級大政 有連結到的時候 我們自己會感覺到 有不同 我們現在觀察到的空意 會有不同 會有不同 會跟我們以前 以前沒有學習到之前 那個空意 我們對 我要放下什麼 我要不起执著的 那樣的 我們自己會覺得 會覺得有不同 不是馬上去改變 會知道有不同的方向 這一點可以自己去解答 因為你這樣說 因為我也不太能夠知道 你說空 觀察空 自己有那個自性空的感覺 我不知道 但是我是這樣的建議 自己可以去觀察他 有沒有跟以前覺得 我放下 我覺得那個 我的直取 有不同的面向 來去做 要去面對他的 那一點我們可以自己去觀察 這樣可以嗎 謝謝老師 阿彌陀佛 請周景師姐發問 師父好 我想問一下 師父前面講到一個問題 我早沒太聽清楚 就是說 關眾生苦起大悲心 不能成佛 後面講要關什麼的時候 我就好像沒有太聽清楚 想師父能不能再說一下 謝謝師父 剛才嗎 對 大概是這樣說 大概就是 我們現在在讀生觀 對嗎 生觀 生觀 但是我們讀 讀的是 讀中論 中論生觀 而且我們現在在讀 導師如何去理解中觀 是嗎 但是老師也這樣說到 說就是 大聖的那個智慧 大聖的智慧 大聖的智慧 是個究竟體像 就是 性之易如 是嗎 性之易如 卑之交融 定會均衡 然後在 那個 理智 理智平等 導師說到這個四種體像 大聖的是什麼 共的就是 卑之交融 卑之交融 所以導師也常說到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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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折跟慈悲 都是 統計 正解 延期 就延期的正解 因為 我們要 要有產生波折 要有延期法 對嗎 要有延期法 要理解延期法 波折才會產生 其實我們的智慧 也是理解延期法 才能夠產生 世間人不了解延期法 但是世間人都還是 還是日坐延期中 是嗎 不了解延期 但是還是受延期的影響 所以會知道 我母親就知道 她是我的孩子 就是因為看到她的姻緣 她跟她的關係 所以她就會 對我的孩子 就會有慈悲性 就會有慈悲性起來 對嗎 不要說人類 那個虎毒不食指 為什麼虎毒會不食指 她知道她跟她的姻緣 那就延期法 何況是大聖 我們學到升官 我們說正見延期 我們應該也就 其實就是 中文官就在談延期 正見延期 而且延期是信空的延期 信空的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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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期 延期是差別玩笑 差別玩笑 有善有樂 有業有保 等等的 有苦有樂 我們都要理解這些 大聖特別就是 越了解延期法 我們的智慧 越起來的時候 我們的慈悲要跟得起來 慈悲跟得起來 為什麼慈悲要跟得起來 因為了解延期法 我們的智慧 延期法就是 延期法就是 之間的相應相遠 跟孩子有因緣 跟一切一切平生 都有因緣 所以在這因緣當中 越了解延期法的時候 越延期法上的時候 我們的智慧 起來的 我們的慈悲 也要跟得起來 那不當然了解延期法 延期法之間的相應相遠 我們越了解延期法的相應相遠 那時候 我們也會知道 延期法相應相遠 所以延期法之間 我們彼此之間 都沒有自有自成性 所以大家都平等平等 平等平等 那就是 如果我們常聽到 就是同體大悲了 同體大悲 我們不是常聽到 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 那這就是在了解 深觀之下 我們的慈悲性 要跟得起 所以我說 我們如果對於 讀中觀我的那個 我對延期法相的意義 非常深刻的理解 我現在要觀察到 我自信公 觀察到 我的執著也越離開了 我越離開了 也沒有執著了 這個時候 好好的觀察 我們這時候 我覺得我的那個 智慧提高的是什麼 我們這要觀察 我的慈悲有沒有跟得增加 如果慈悲沒有跟得增加的時候 有問題喔 有問題 那不是中觀要說的那個波子 中觀所說的波子 一定那個 會跟著 智慧跟著提高 因為中華要廣行 懂書論 那廣行 大制度論 那就是廣行論 廣行論 無量節奏被興起的 所以 所以智慧提高了 慈悲要跟你提高 這樣可以嗎 可以 特別感謝師傅 就是 今天大年三十 然後聽師傅講課 就是 我今天聽的也是特別發喜的 然後 真的很感動 因為我也是當老師 然後我在聽師傅講課 也覺得當學生 真的好幸福的感覺 然後就不多說了 祝師傅們 新年快樂 好 請師傅帶領大家 先坐回下 好 大家請發掌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苦極於一切 苦極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